不算了盗走一封喊兵的人是含和哀 目前来说出逢他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可恶 提个老畜生 竟然早就想到了 自己留下的气息可能会败露心机 竟然在离开之前 就把他的气息全部都抹出干净了 此刻 斯马尹既得咬牙切齿 那种愤怒挠满了销帘之上 他真的是机会了 本以为有了能够替爷爷和父母 报仇血恨的机会 却想不到这精神异常的空 先别急 他又在离职联盟待了那么久 碰触过的东西那么多 不可能把机器冒出得如此彻底 若狂苗前辈不是也去寻找的吗 他老人家之所以自己去寻找 那就说明 他老人家一定要是他的办法 祝福安抚不到 嗯 也只能把希望 寄出在苗爷爷身上了 斯马尹既得咬牙